2月15日,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司长曲奇称 近三年来,调集全国近500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此次普查 第一次全面摸清了中国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的家底 目前,中共国城乡房屋建筑数量为近6亿栋 此消息已经公开,令舆论震惊 有分析认为,接下来调控房价、开征房产税会有巨变 网易刊登的一篇题为住建部宣布,已查清全国住房数量 调控房价、开征房产税会有巨变的文章 该文认为,政府对海量数据掌握却密而不宣 是因为公布后影响不可控,可能导致风向转变 引发市场剧烈波动 该文指出,基于住建部查清全国住房的事实 接下来调控房价、开征房产税会有巨变 如果今年楼市依旧回暖不理想 土地出让金收入继续下滑 地方赤字仍然高起不下 不排除今年扩大房产税试点的可能 郭文贵先生一直警示世界的超级通胀和经济衰退 随时都会爆发 唯一能躲避中共灾难的避难所 只有新中国联邦 只有喜币 只有G系列 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在眼前 只有加入新中国联邦才能是希望 最后有的经济 屋时都会发现